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20年到2020年 MAZDA用了100年的时间 催炼出品牌旗下最漂亮的车型 MAZDA 3 配合2020年MAZDA举办100周年的纪念活动 我们也顺势选出两辆最爱的MAZDA车款 为大家做个精华介绍 第二款就是MAZDA 3 MAZDA 3国内目前贩售总共有5个车型 全部都是日本进口的车型 价格经过税务折扣后呢 售价是135千到154千的价格 而且为了配合这100周年纪念 MAZDA Malaysia也顺势推出从原本5加5年 10万公里的免费保固保养配套 升级成6加6年12万公里免费保固保养的配套 混动以及Sky Active 是MAZDA近几年的重要品牌哲学 混动说的就是车子的设计美学 Sky Active讲求的就是驾驶回馈 对我而言 MAZDA的美在同级之中真的无人能比 它在许多细节线条的刻画 都打造出截然不同的风格出来 像是非常多的细节 标志性的头灯造型 帅气的水箱护罩 非常优美的钱包感 还有像是 赛米热 车门把以及lift bag版 全圆弧式的车尾 都打造出一辆截然不同的日系轿车 配备的部分呢 MAZDA3的高配版 是同级之中 首家引进ACC更测的功能 所以没有错 高配版的MAZDA3 是配有完整的 i-Active Sense进阶式的安全配备 其中我们看到产规的部分 这个短波雷达 就是这个MRCC MAZDA radar cruise control 当你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呢 切近ACC跟车 就可以进行自动调整 保持前方车辆距离 自动控制车速 自动跟车 再来还有盲点警示 以及RCTA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的功能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碰撞发生 车道偏离 警示以及辅助系统 可以在你不小心使出车道的时候 进行稍微驾驶盘的辅助 以及声响警示 提醒你把车子摆回车道内 另外还有前进以及倒车的都会自动煞停功能 侦测前进以及倒车时的避免不必要碰撞发生 其他的基础配备当然也包括了7颗安全气囊 高配18寸的轮选 以及Smart Entry的感应装置功能 我们来看看全新Mazda 3的内装配备 首先这个新的中央萤幕 它是没有支援触碰功能的 但是它这次的进化让它整个精致很多 它还有支援Android Auto以及Apple CarPlay的功能 三幅式的驾驶盘 驾驶盘是新的设定 然后它的口径尺寸 以及扎实感 是非常有一种运动化的感觉的 皮革的打造啊 金属的铺层啊 车缝线的这个精致啊 都进一步凸显它的手感 左边是这个多媒体蓝牙以及这个仪表板的操控 至于右边的话呢 有这个FRCC Mazda Rela Cruise Control 速度的设定 以及前方车辆跟车的距离设定 有投影到大镜上的HUD抬头显示器 Auto D-min功能的后视镜 可以防止后面的车头灯的炫光 双区恒温空调 以及Engine Push Start的功能 Mazda 3 High Plus这个车型呢 对于驾驶来说啊 结合了几个蛮重要的氛围 第一驾驶的回馈 第二车内的舒适质感以及豪华氛围 第三就是它的整个科技感 首先我们先说驾驶回馈的部分 动力心脏主体 采用的仍旧是这颗2公升的 Skylative直列四缸 缸内直喷自然进气气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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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162匹扭力峰值200d13牛顿米 搭配的还是加出这颗6速的Skylative自排变速箱 Mazda强调这个Skylative 针对引擎车架变速箱等等 其实都有一个重点 就是自家产 自家产的引擎搭配自家产的变速箱 可以达到非常出色的匹配效果 在变速在换挡的逻辑运算等等 可以对于驾驶更出色的匹配效果 再来就是车架以及底盘的打造 配合这个Mazda近几年一直在推的GVC Plus的系统 在像是这种连绵的驾驶三道上 哇 你可以感觉到车身的稳定扎实性 以及GVC Plus针对进弯出弯 油门更精致的掌控 在驾驶方面的提升可以达到更出色的效果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车内氛围打造 不用说嘛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车内Mazda去车内的氛围 无论是材质的运用 氛围的打造 还有最重要的是Mazda3的隔音表现 它不只是针对 Mazda这个品牌里面 数一数二的隔音效果 更重要的是它在同级之中的隔音表现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那它让整个车室内氛围 打造出一个专属个人空间的感觉 这种隔音表现 车内的宁静氛围 舒适氛围 人体工学的整个车内设计质感 舒适的PE等等对于拥有一辆Mazda3的人来说 这个真的是一种非常非常享受的感觉 那第三点呢就是它里面的科技感 首先就是非常精致的这个中央显示荧幕 然后还有驾驶的LCD辅助仪表 再来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口径稍微细一点 感觉质感比较优雅的这个驾驶盘 它整体呈现出一个科技感非常浓厚 驾驶质感非常精致的这个车室内氛围 当然不用说Mazda3高配版还搭载了完整的进阶式安全配备 这套完整的i-Active Sense进阶式安全科技配备 包括MRCC Mazda Radar Cruise Control 车道偏离辅助与警示系统 盲点警示以及都会的自动砂停功能等等 所以让整辆Mazda3在无论是驾驶、舒适感以及科技感上 都呈现出非常完美的表现 当然我们之前说了嘛 2020年是Mazda庆祝这个100周年纪念 那Mazda Malaysia也针对这100周年的纪念推出一系列的周平商品 所以除了我们前面说的6加6 120千6年的Free Service还有Warranty 120千的里程内都有Free Service的Warranty 那还有赠送一系列的周边商品 所以只要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 购买Mazda新车的朋友们 都有一系列的游会 以及这个Tex Holiday的出交配套啦 好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先告一关咯 有什么想要讨论的朋友 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们下期见 Bye